好,同学们,欢迎回来进入例二 把一至九这九个数字分别填入下面两个算式的方块当中 十等式成立 现在已经有三个数字填好了 一、二和五 当然了,这道题其实并不难 我希望同学们你能够自己在佳佳老师讲解之前 自己把它给做出来,那就太好了 那做完之后,再跟着佳佳老师一起来看一看 那么把这些剩下的数字填上去 现在呢,有两个算式 一个是乘法,一个是加减法的 那下面同学们肯定在数字迷当中是要寻找突破口的,对不对 那么这个突破口是乘法的算式呢,还是加减法的算式呢 乘法吧 为什么呀 好算 你会发现两个数相乘得五十几的,多吗 不多 有 六九五十四 还有 嗯,还有 还有没有呢 嗯,同学们 七八五十六 对,九九表可一定得熟悉啊 我们数字迷当中很多突破口,就在那个九九表当中 好了,有两种可能,对不对 一种是七八五十六,一种是六九五十四 那到底哪一条路能行得通呢 我现在以现有的信息来看,能判断得出来吗 嗯,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,那怎么办 那就试试呗,对不对 嗯 那总有一条路,我相信是通往胜利的 那好了,那就一个一个的来试一试 比如说,七八五十六 那五六七八全用了,一二也用了,还剩谁啊 嗯,三四和九,对不对 嗯 那下面就是十二加谁减谁等于谁 如果同学们觉得左边算起来特别麻烦 你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变成十二加谁等于框加框 那下面就是这俩加起来,全比十二大吧 嗯 那是谁呢 九加三 四加九了 四加九 嗯,凑不成 凑不成 那说明这条路是不是撞了南墙了 嗯 那好,别撞了南墙不回头啊 这条路不通,我们还有另外一条路,它一定会通的 那下面就是六乘九等于五十四 那还剩下谁 嗯 三七八 三七八 十二加谁等于谁加谁 嗯 太简单了吧 嗯,十二加三等于七加八 好了,最后答案出来没有啊 嗯,出来了 好,我们来看看详细的解题过程 两个算式要分别满足 我们选择第一个算式来入手 六九五十四,七八五十六,两种可能 如果是六九五十四,发现可以满足条件 如果是七八五十六,发现不可以 所以最后的答案,你会发现 有两个,六九五十四,然后十二加三减八 或者是十二加三减七等于八,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条路告诉我们啊 在数字迷当中,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直接找到正确的路的 但是有的时候,我们面前出现了选择,对不对 嗯 那这时候,我们就不妨去试一试呗 所以分类讨论逐步去确定 我们要勇敢的去尝试一下 我们要勇敢的去尝试一下